前几个月,脱口秀演员博恩以郑南荣自焚为题材的笑话在网路上引起轩然大波 然而事实上,类似事件其实并不罕见 生活中有许多笑话原本来自于对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或歧视 近日一波以客家人深信吝啬或说节俭为题材的笑话创作风潮其实也是这样 这总令我们好奇,艺术是试血的吗? 艺术能否歧视他人? 艺术是否可能是对他人苦难的消费? 艺术创作需要遵循现实世界的伦理吗? 这是本集的主题,来自伊格言老师的一篇文章《冷血告白》论艺术试血 文章开头,伊格言带我们进入了电影《科波蒂》《冷血告白》的剧情 这部2005年的电影由已故的奥斯卡影帝菲利普·西摩霍夫曼主演 改编自美国同志作家楚门卡波提的《真人真事》 1965年,《楚门卡波提》完成了一部真实罪行的累计时文学作品 或说《非虚构小说》作品《冷血》 这本书的题材恰恰是发生于堪萨斯州小镇的一家四口灭门血案 凶手潜入农场主人赫伯特·科拉特家中意图偷窃未果 所以杀害了科拉特夫妇和他们的两名子女 卡波提对血案凶手和案发过程产生好奇 新生冷血的写作计划 并设法前往监狱 采访洛网凶手 探寻真相之余 也希望实地经验能为此书增添血肉 也正因如此 卡波提与凶手成为好友 甚至互生情愫 然而这样的权力关系 却将这件事拖进了一个暧昧无比的泥沼中 Truman卡波提希望能在凶手的帮助下获得素材 尽快完成旷世巨作 而凶手则怀抱着一种模糊的愿望 渴望被了解 渴望被宽幼 渴望成名 渴望为世人所知 然而冗长的司法程序使二人的关系越趋紧张 卡波提原本的预期是 凶手将被处决 而在处决之后 冷血一书也将顺利定稿出版 进一步将作者的文学声望推向高峰 但站在凶手的立场 当然不希望判决对自己不利 但司法程序复杂漫长 行刑一拖再拖 宣判之后上诉再上诉 缠送旷日费时 作家也等得心交不已 因为结局尚未出现 书自然也无法完成 在故事尾声 当出门卡波提终于获知 全案死刑定宴的那一刻 简直是松了一口气 实际上卡波提的心境当然非常复杂 权利欲 名气 与地位之诱惑 道德两难 与私人情感 在此一荒谬情境中 彼此拉扯结抗 从而展现了巨大而深刻的张力 而这部电影的重点之一 正是艺术冷血 艺术嗜血的问题 卡波提与凶手之间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 也是平常人与犯罪者的关系 他们确实是朋友 甚至产生了友达以上的暧昧情愫 所以回到电影的标题 这其实不仅仅是灭门血案的冷血 甚至也可以说是作家卡波提自己的冷血告白 其自身的Cold Blood 我们以为冷血的只是那个犯下灭门案的凶手 但作为艺术家采访者的卡波提 是否也冷血的透过剥削他人 剥削朋友来获得艺术上的成果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但伊格言提醒我们事情还没结束 事实上 艺术不仅仅习于透过艺术家剥削其描述对象 也就是灭门血案本身以及血案凶手 他尚且还剥削了作者本人 伊格言如此述血 艺术侵蚀其情感 消耗其精神 毁坏其生活 艺术逼迫艺术家面对道德陷阱 艺术也时常剥削艺术家之亲人 之情人 之朋友 有许多赫赫有名的艺术家 是及其自私难相处之人 及与此有关 他均临天下 横针暴恋 剥削一切 只为了探向人类心智之黑暗深渊 以成就其自身 有另一个惨烈的例子 说的也差不多就是这件事 1994年Kevin Carter 那著名的普利兹奖摄影作品 苏丹饥荒 炽热的历史荒漠 骨瘦如柴的垂死小女孩 与秃鹰的合照 据说Kevin Carter在现场等了20分钟 想看看能否捕捉到秃鹰将翅膀 粘展开来的顺客 为的是画面均衡 震撼力 秃鹰的威吓之力 作品得奖后 道德抨击排山倒海而来 三个月后 Carter以汽车排气管废弃自杀成功 我们当然无法简化Kevin Carter的死因 但他的死亡正是艺术逝血 此一主题最尖锐的呈现 那张照片确实剥削了垂死的小女孩 那等待的20分钟之剥削 尤其残忍 然而最后 这张照片也反过来剥削 并吞噬了 Carter 本人 是的 艺术在现和现实之间 时常维持张力 艺术必然牵涉了对现实的在现伦理 而脱口秀演员博恩以正男荣为题材的笑话 或许也可以这么看 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这个主题 对一格言老师冷血告白 论艺术逝血这篇文章有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影片下方频道资料处的全文连结 可以读到更完整更全面的内容 最后别忘了七字诀 订阅分享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转发转发 打赏 mo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